因为现在大家很流行讲创课 讲新创 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比较有注意到育成这一块 但实际上在台湾各大专院校 是好几年前就几乎每个学校 每个知名学校都有育成中心了 为什么过去这些在大学头育成中心 感觉起来好像没有发挥 一些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效果 那大学里面做的育成中心 其实可能比较像是在给大学里面 做研究的团队在里面做的 那你相对的这些设施就比较不够 而且在大学里面的育成中心 其实并没有扮演那种包括行销 包括协助他做像财务管理物流 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帮忙 所以就会造成说在学校育成中心 相对的绩效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学校基本上不太能够给育成中心里面的公司 太多的协助 就空间给你让你们发挥 学校的育成中心里面 通常公司会说要指派一个教授去辅导他 但是我们知道教授自己也没有创过业 所以会成功的几率一样很低 教授去创业的几率搞不好更低 那企业育成中心 我觉得可能有 可能国内有像鸿海 他们有KID to REAR这种 他开始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觉得企业其实应该扮演天使的角色 也就是说你进来这个育成中心 我严格审核你 但是我审核你不是看你那些 BP或者是财务报表这些东西 我看你的东西看你的产品 我真正做功课去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创意 有没有市场 那假如有的话我就投资你 那我可能会期待用 用8年10年的观点来看这个公司 那这样的话他比较能够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情况之下长大 或者目前为止很多企业或者是台湾的天使 都希望一个公司三年四年就能够赚钱 他就要Cash out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可能啊 我们看美国很多新创公司做了一二十年都还没有赚钱啊 可是有的公司是你让他开始赚钱之后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在讲说新创育成这一块有的时候不是只是在技术上面去教而已 不是在技术上去辅导 而是很多是很内化的那种特质 所以现在老师其实你还做了 我觉得还蛮了不起的 你特别到偏乡去教这些偏乡的孩子 把成大学生带到偏乡 教这些孩子们怎么样也来写程式 甚至让他们也试着来做maker 对 这对你来说是一生置业吗 这还有一个program the world 对不对 这个计划 对对对 我们叫做用城市来打造 用城市来打造世界的意思 我自己其实只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小孩子要从小开始教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都市里面其实教城市很多嘛 像在台北你要学小孩子要学城市 只要你掏钱就有了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那有一些人事实上是匮乏的 所以我们从一些地方去问有没有需要我们去教城市 那我们后来就是跑到东石去 就是那个偏乡其实距离没有很远 可是那个心理的差距很远 然后当然经济的差距也相对的远 那那些小孩子其实功课其实并不好 像我有教一个小孩 他连他国三的 国二哦连read跟write的英文都不知道耶 可是可是我们就 我们刚刚他开始在上城市设计课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不会英文 他没办法写城市 所以他回过头去好好把英文念一念 对对对 所以他现在开始会做英文小超 强迫自己去背英文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面的 那我刚刚有讲就是 那这样孩子我们教了一两年之后 他那个实作的那个精神就出来了 那我在台南现在在规划一个 一个Makerspace 就是寒假的时候要把东石的孩子 把他搬到台南来 他们就住在台南住10天 什么都我们出钱 他们就住在这边住10天 那我们就开始教他很多很多东西 不一定所有的孩子都要写程式 他可能可以做别的事情 所以我们安排很多种课程 让他去接触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像雷射切割 像巨台 转床 3D列印什么 我们都去用木的去把他木过来 他们就来这边玩 我看到你表情感觉起来是那种 很热情的在投注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现在民间都有很多这种热情 在投注很多新创的产业部分 不管是基层的效率也好 会不会对于政府的角色 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期待 政府 政府其实不要来捣乱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Maker这东西 它不是一招一戏可以 或者创业这东西 不是一招一戏这个气氛可以养成的 包括教育其实也是 这东西都不是一招一戏可以养成的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你给 你给很多东西 但是你不要问后果 你不要问结果 它就会出来了 政府假如真的很想做一件事情 或者企业假如真的很想做一件事情的话 他会去观察这个人做的东西好不好玩 好玩那我就投资他 然后不要去问 剩下就不要问了 你一刚开始那个目的心弄错的时候就糟糕了 所以Maker通常都是 他做得很开心 然后被别人推坑 然后他就去开 莫名其妙去开一个公司 然后莫名其妙倒闭 然后莫名其妙又再开一家公司 最后就成功了 那我们今天最后 还是想要请老师 帮我们用一句话 来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做总结 其实就是所有的孩子 天生他就是个Maker 这个不用教 其实我们大人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阻止他成为Maker 那至于说Maker要不要创业 不重要 他只要做得开心 他该创业的时候他就会创业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 特别讲到了新创人才的育成部分 邀请的是陈大自公系的苏文宇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好我们提观点 做一个提供翻转内容的平台 在今天我们节目 希望你会喜欢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夏家路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care time by bwd6 会